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神也可以借着医生的手 借着一些药物来带给我们医治 但是更重要的是 神让我们永远成为祂的子民 疾病的传遇不是必然的 是神祂的选择 是神祂恩着祂自己的恩典 恩着祂完全的旨意去成就祂要成就的事情 也有时候我们患病的时候 我们有亲人在病重的时候 没有得到医治 似乎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并不是如此 神仍然是那位信实的神 神仍然是那位掌管万有的神 就好像那首我们喜爱的诗歌 《这是天父世界》提醒我们 神仍然是罪恶 好像很猖狂 好像在那里得胜 但是这个是天父的世界 神仍然是掌权 而且掌权一直到永远 所以当神容许一些事情 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 是让我们受到伤害的 让我们难过的 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神仍然是那位慈爱信实的神 神仍然是那位怜悯我们 爱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仍然是那位曾经为我们 在罪十字架上钉死的耶稣 仍然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祂没有改变 神没有改变 神的爱也没有改变 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罪就带来了死亡 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地就受到咒座 当罪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破坏了人的关系 破坏了很多事情 但是请你记住 请你相信 神仍然是那位掌权的神 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 祂会再回来 耶稣会再回来 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在今生 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在今生 我们比众人更加可怜 是真的 如果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的盼望只是在今生 只是在物质上 只是在身体健康 只是在财富 在这些东西上 我们就比众人更加可怜 因为我们的盼望是永生 我们的盼望是神永远的同在 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荣耀的盼望 所以怪不得 Wick Warren 就是马安峰教会的牧师 他写的那本书 Purpose Driven Life 告诉我们 他说神容许这些事 当然是最进入到这个世界 带来疾病 甚至带来死亡 带来很多的伤痛 他说神容许这些事来发生 要来提醒我们 这世界非我家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 请你不要忘记 这世界非我家 我们都是客虑而移 我们会经过的有一天更美的家乡 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所以请你记住 原来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一个永恒的家乡 不是我们不需要这些一切 但是这些不是 让我们去留戀 以为这个世界 以为我们住的家 所拥有的物质 以为这些就是我们所要的吗? 不是 这些世界 非我家 神容许这些灾难 容许这些灾难 容许疾病 甚至死亡 和我们自身的分离 提醒我们 原来这个世界 真的不是我们永恒的家 这个世界 不应该是我们永恒的家 请你不要捉住 不放 Let go Let God 放手吧 然后让神来到去带领我们 这样你的生命 会活得 很有意义 很充实 你的生命 是越来越丰盛 温穗明 Anthony 昨晚写了一个text 他给了一个短信我 他要我代表他 在这里 多谢弟兄姊妹 对他们的关心 对他们的代讨 对他们的支持 那份爱 本来今天 是阿温世伯和温伯母 的一份爱 的一份爱 本来今天 结婚五十周年的慶祝 预备好宴会 但是就在昨天一个意外里面 温柏姆回到天假了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 别人能赴里能赴 谁没耗 mares 如果我有一个研究 本来今天要继续讲《马可福音》第五章 耶稣在第四章的结束那里 从平静风浪开始 连续记载了四个神迹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掌管万有的主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那位胜过的乌鬼 那些蛇灵的主 今天原先是跟大家说 耶稣要医治一个病了十二年 患了血流的一个女人 但是昨晚我很难睡得着 心里面不断的祈祷 想起 阿温世伯 听到那个消息 和他们成家 那种的震惊 那种的伤心 那种的难过 我很难过 我亦都没办法能够睡得着 吐过的里面 祈父神 要让我今天早上 藉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分享 一篇你们很熟悉的诗篇 就是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是我们很熟悉的诗篇 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背众 如果你懂得背的话 又或者你圣经找到 我们一起慢慢的 慢慢的不需要急 我们来到这篇诗篇 带给我们安慰 带给我们盼望 我们一起来到 读这篇的诗篇 耶和华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祂使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你我在可安揭的水边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命 引导我走二路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像 你的干 都安慰我 在我的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言直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悲满日 我一生一世 必有因为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诗篇二三篇的第一句话 耶和华是我的目者 我们马上就联想起耶稣 也曾经宣告 祂说我就是好牧人 好牧人 是为羊来寻命 当我们看诗篇二三篇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可以回去 有机会的时候 你看一看 二十二篇 又再看看二十四篇 原来跟很多其他的圣经一样 有很多地方是连续三章的经文 去来展示 去来告诉我们听 一个很重要圣经的真理 在这个地方 诗篇二十二篇 二十三篇 二十四篇 同时告诉我们听 我们的神 我们这位的主耶稣 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好牧人 诗篇二十二篇 告诉我们听 这个好牧人 这位的主耶稣 真是很爱我们 为我们来寻命 你回去看看诗篇二十二篇 几清楚的那些预言 一开始就说到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你要离弃我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十架七言 其中的一句 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听 各位爱我们的 各位耶稣 各位的好牧人 为了我们的罪 受尽了凌辱 为了我们的罪 受尽边伤 因为他受的边伤 我们得到医治 因为他为我们而死 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 然后在诗篇二十三篇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里面 我们更加清楚 看到这位的好牧人 怎么样的带领 你都爱护那些小羊 就是你和我 然后在二十四篇 我们看到的那位是 大牧人 主耶稣基督 就好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 告诉我们 这位大牧人 他是永远的活着 为他的困扬 来到代求 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二十到二十节 告诉我们 是怨慈平安的神 就是那个 憑着永远的血 将困扬的大牧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从死人中领出来的那位 在一切的善事上 来装备你们 诗篇二十四篇告诉我们 我们的好牧人 不单只为羊舍命 而且他从死里面复活 不但如此 没错 耶稣回到天上了 但是耶稣说 我会再回来 我可以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预备好地方 我就会回来 我在哪里 你们也会在哪里 就正如《比特前书》第五章第四节 那里说到 到了牧掌显现的时候 这个牧掌就是那位的大牧人 在英文里面 讲得很清楚 牧师我们是under shepherd 我们是这群的牧羊人里面的 其中一个 然后好像一个团队一样 他们很多的羊 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来牧养这些羊 牧师 我们是其中一个的牧羊人 但是在这个团队里面 有一个首席的大牧人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读了牧掌这位首席的大牧人 出现显现的时候 你们 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会得到那个永不须残的荣耀冠冕 诗篇二十四篇 豈不是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信息 他说荣耀的王将要尽耀冕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那位有能 有权的 但是那位的主耶稣 就是那位从死里面復活的 诗篇二十三篇经常都是在 按释礼拜当中被中毒 又或者去默想 但是今天我想到 其实诗篇二十三篇 提醒我们有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 在人生的路途上面 路程上面 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不单止是因为有慈爱 英文的翻译可能是更加的清楚 因为中文我们说 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慈爱 但是中文经常会 英文看来我们说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是在生命里面的每一日 每一时每一刻都有因为有慈爱 在生命的路途当中 无论是高山 无论是低谷 无论是顺境 是逆境 是你最困难的时候 你最觉得神 好像远离你的时候 没有听你的祷告的时候 请你记住 原来在生命的每一日 每一时每一刻里面 都是充满着 因慈爱 而且我们是可以住在神的殿中 直到永远 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这篇诗篇的时候 诗篇二十三篇 一定是大位 年轻的时候 他是做过牧羊人的 所以一定是带羊去清草 还是去溪水磅 于是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想象到的大位就是一个年轻人 其实不是少年人 其实不是啊 如果你仔细来看这篇诗篇的时候 你发觉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 应该是在他晚年的时候 人生很多的经历 很多的风风雨雨 甚至被自己的儿子压沙龙 来到去追杀他 很多人相信 诗篇二十三篇 就是大卫被压沙龙去追杀 好像经过死磅的邮谷 这样的困难的日子 这么可怕的日子的时候 这个是记载在撒母书记下 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那里 很多人相信大卫是那个时候 写这个诗篇 二十三篇 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牧羊人 第一个被杀害的 人类第一个被杀害的 阿伯 他就是一位牧羊人 以色列人的祖先里面 有很多都是畜牧的 他们伟大的领袖 摩西都曾经在旷野 牧养他岳父的群羊 摩西都做过牧羊人 大卫当然我们知道 他是为他父亲来放羊 圣经里面 从旧约从创世纪开始 你知道吗 就用这幅图画 神是以色列人 是他自己指纹 他百姓的牧者 在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第十五节 那里 讲到雅各为约失来祝福 然后那里他说 愿我祖阿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天的神 神就是那位一生一直牧养我们的那位神 然后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四节 亚国为约失来祝福的时候 他说愿他 但他 说到约失的功 仍然来到坚硬 然后他的手健壮敏捷 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 各位的牧羊人 以色列的盆石 也是达雅各的大能者 在圣经里面 不论是诗篇 不论是以赛牙书 不论是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 然后来到新约马太福音 马尔福音 都将神描写 是他自己的子民 他百姓 各位的牧者 甚至连应许的尼赛牙 也被描写 成为一位牧羊人 在诗篇23篇 一开始告诉我们 耶和华 耶和华 就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原来是 神向人所启示 祂的名字 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 耶和华是那位立约 而且是守持爱 是信实的神 在旧约圣经里面 特别是希腊文 神耶和华 通常会有一些福色的名字 比如刚才我们这里看到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然后怎样呢 我必不自缺乏 在整个诗篇23篇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上帝福色的名字 一些的启示 神这个属性 让我们去更认识祂 明白祂 知道祂 耶和华是我的神 于是我是必不自缺乏 耶和华以立 这是创世纪22章里卖给我们听的 神是那位供应我们的神 耶和华以立是丰富的神 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 然后去到可安揭的水边 其实这个安揭更好的翻译 汉语新预本的翻译就是安静 很平静的 然后这里提醒我们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沙龙 神就是我们的平安 让我们在风雨当中 在暴风雨的里面 仍然是平稳的 因为有着神的平安 然后耶和华使我的灵魂骚醒 这里讲到神对我们那种的医治 于是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拉法 神是那位医治我们的神 书阿及基第十五章 告诉我们 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戒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耶和华拉法是必然的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于是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 而能够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跟从他走这个义路 诗篇23篇继续里面也提到 神是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同在 以西极书第48章说到 从今以后这个城的名字要改 改成什么呢? 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耶和华的同在 然后在诗篇23篇里也告诉我们 在我们敌人的面前 神为我们预备了摆设 这是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尼西 这里讲到耶和华就是我的圣旗 耶和华就是我得胜的旗次 无论在哪一个地方 靠着我们的神 我们是可以得胜的 然后诗篇23篇也讲到 神用油来高我们的头 在利美记第20章说到 你们要紧手进行我的律例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 那位耶和华 耶和华使我们成圣 就是用油高来高我们的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句话是现在进行式的 在原文的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和华是时刻地牧养着我们 在昔日 在东方的牧羊人 他们是时刻一日二十四小时 一个星期七日 牧养着他们的羊群 羊如果饿了 牧羊的人会喂他们 如果渴了 会给他们水喝 羊如果受了伤了 牧羊的人会为他们包裹 来治疗 如果羊是走迷了 不见了的话 牧羊的人 就算他原先有一百只羊 只有一只走迷 他会撇下那九十九只羊 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牧羊人为羊来供应一切 好的牧羊人 是凭着什么呢? 基督的补血 如同没有颠污 没有瑕疵 羔羊的血 每一只羊 都是 好牧羊人 用自己的血 去买熟 属于他 羊和牛很不一样 牛呢 那些牛仔 骑着马 成大群在后面赶那些牛 但是羊不可以赶 羊是需要牧羊人 在前面 拜他们 而且 羊是认识 牧羊人的 声音 所以当牧羊人一叫 牧羊听到声 他知道这是我的牧羊人 就会跟着去 羊很小 很多时候去到一个地方 虽然有水 但是那些河流 是这么急 羊不敢在那里喝水 于是 牧羊人就会用石头 捉起 一个地方 把河水倒住 然后 像湖仔 一个池仔 水在那里 很平静 安静 那些羊才会在那里喝水 诗篇二三篇第四节 可以说是成篇 诗篇的一个中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一开始 大卫 他一直称呼神 是他 他 他 似乎 神只是那位 他 很遥远 是第三者 但是来到第四节 请你留心听一听 他说 我虽然走过死任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什么 你与我同在 这位 这位 为我们而死的好牧人 如今 成为我的好牧人 你与我同在 刚才说到 牧羊人带领羊是要走在前面的 让羊在后面跟着的 但是来到死任的幽谷的时候 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 一个遭遇的时候 一个困境的时候 牧羊人只是在前面走 牧羊在羊的旁边 你与我同在 这个意思说到 好牧羊就在羊的旁边 陪着他们 来走死任的幽谷 请你特别注意 羊要走过的是死任的幽谷 或者英文可能更加的清楚 是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更清楚的翻译 就是那个幽谷 只不过是一个死亡阴影的幽谷 这个不是死亡的幽谷 有什么分别呢? 只有耶稣 耶稣 是走过这个死亡的幽谷 只有耶稣 他不单止走进了这个死亡的里面 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当他呼出了最后休息的时候 耶稣进入了这个死亡的幽谷 他死了 为你为我的罪而死 但是这位耶稣基督 他进入死亡的幽谷 他又从死亡的幽谷里面走出来 他经历了死亡 但是胜过死亡 然后他从死亡的幽谷里面回复 只有耶稣基督 从死亡的幽谷进入 然后经过 然后出来 海船的出来 得胜的出来 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 死亡无法去捆绑他 没错 罪的公价就是死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赴了这个罪的公价 他进入死亡的山谷 死亡的幽谷 然后从死亡的幽谷里面 海船地 得胜地 再一次出来 有这个复活 于是每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人 每一个我们要去 我们仍然背负了这个罪的公价人 只要我们去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已经为我们赴了这个代价 所以 我们也可以有这个德性的确据 有人说天就像棺材的顶 地就像棺材的底 所以我们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在这个棺材 或者是死亡的里面 我们也活在这个罪的幽谷里面 在这个死亡的幽谷里面 原先是没有盼望的 直到耶稣为你和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 来附了这个罪嫁的时候 于是 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亦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盼望 德性的盼望 从死里面复活的盼望 这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不是这样说的吗? 他说死亡 你德性的权势在哪里? 死亡你的毒勾在哪里? 死亡的毒勾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但是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可以怎样? 德性 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初熟的果子 我经常说当你看到这棵树 第一个结出来的果子是苹果的话 你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 第二个的果子也是苹果 第三个也是苹果 第四个一路下去的都是苹果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 有这样的确据 然而 诗篇23篇都告诉我们 我们要走过这个死亡阴影的幽谷 死亡是很可怕的 正如狮子老虎是很可怕的 不过你用不用怕老虎的影子? 你需不需要怕老虎的阴影? 看见到一个影子很像老虎的话 或者会叫你有点害怕 或者会叫你会怕一怕 但是老虎的影子 老虎的阴影 不可以伤害你的 是不是? 除非 除非真正的老虎 才会可以伤害到你 死亡的阴影 是不可以伤害我们的 你明白吗?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 进入这个 经过这个死亡的幽谷 我们是走过死亡的阴影 是让我们很害怕 让我们很伤心 让我们很难过 没错 当我们跟我们亲爱的人 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是不舍得 但是请你放心 这个是死亡阴影的幽谷 而是死阴的幽谷 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 已经得胜了 我们已经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我们已经有这个复活的盼望 请你不要忘记 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忧伤 好像那些什么? 没有盼望的人一样 这是《帖撒罗尼加钱书》第四章 告诉我们的 想靠耶稣基督的人 当他们走完这个世界上路程的时候 在《帖撒罗尼加钱书》第四章 说他们是在主里面睡了觉 睡了而言 睡了觉你就知道怎样 一定会醒醒 我很喜欢有一首歌 那首歌告诉我们 让我们听 现在我们 是说Good night 晚安 然后 当那个荣耀的黎明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Good morning 早安 有一首这样的诗歌 请你记得 没错 死亡 是很可怕的 死亡是会来到去伤害我们 死亡就是永远的隔绝 但是死亡的阴影 是不可以伤害我们的 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属于祂的人 被祂的保育所买属的人 死亡 不会伤害到我们 所以私人说 也不怕遭害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障 你的肝 来安慰我们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新的生命 我们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 就是永远与神那种隔绝 我们在主里面 当走完这个世界上的路程的时候 在神所命定的时间 我们会在主里面睡了 怪不得耶稣在《遥行福音》第十六章 三十一节 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耶稣将什么事告诉我们 包括第十四章一开始 耶稣说 你们信神也要信我 耶稣说我会离开 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地方 但其实原来的文字里面 英文不是用house的 不是用一个什么的字 是用一个叫mansion 起码都六七个房子的大屋 耶稣说我们预备的是 这麽荣耀 这麽美丽的地方 Mansions 比白宫更漂亮 比所有世界上的一切 因为是用黄金所做的奸 碧玉所做的成 而且那里还不需要点灯 因为神的同在 神就是我们的光 在这麽美丽的地方 在这麽美丽的地方 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界上有苦难 是有伤心 是有难过 是有这些叫我们很震惊的事情 但是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 放心 放心吧 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这篇二十三篇真的很特别 到结束的时候 我们经常留意到 他最后第六节 他说一生一世 必有因为慈爱随着我 必有是一个好的翻译 但是不是一个最正确的翻译 更加正确的一个翻译就是 一生一世 只有因为慈爱随着我 只有因为慈爱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为这个一生一世 只有因为慈爱 做了一个很好的注释 那里怎么说呢?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他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一生一世 只有因为慈爱 我们没有错 我们没有错 会遇到很多危险 但在每一个危险的里面 只有神的恩惠和慈爱 我们会经过很多困难 在这个里面 只有神的恩惠和慈爱 甚至似乎在绝望 在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 只有恩惠和慈爱 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 人生所走过的每一步道路 盼望我们就像大卫 他回头看的时候 一生一世 只有恩惠和慈爱 随着我 我们的牧羊人已经胜过一切 为我们而死 他用他的补血 埋属我们每一只羊 在草原的上面 让我们可以得到满足 得到丰富的供应 在经过这个死亡阴影的幽谷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他自己走过这个死亡的幽谷 于是得胜地出来 让我们作为他的小羊 被他的保护所买熟 他一样的 让我们可以得胜 让我们有这个把握 去走过死亡阴影的幽谷 到最后回到羊圈那里 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甜蜜 所以诗人到最后 带会告诉我们 我且要住在伊尔华的殿中 就好像牧羊人 从祖带羊出去 去到青草地 溪水旁 一路经过很多地方 也可能曾经有 豺狼的攻击 但是牧羊人用他的象 用他的肝 保护了我们 我们虽然受到这些惊吓 但是请你放心 耶稣说我 聖过这些一切 然后到傍晚的时候 牧羊人就把羊带回羊圈那里 每一只羊 进入羊圈的时候 那个门就是牧羊人自己 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门 然后一路进入 这个牧羊人 去摸摸每一只小羊 然后让羊 进入羊圈那里 享受那个永恒 不变的福乐 结束的时候 请你听一听 启示录第七章 第十五到第十七节 如何说 启示录第七章 十五节开始 他说 所以他们指导神的子民 在神的宝座面前 昼夜在祂的殿钟 来侍奉祂 在羊尔华的殿钟 直到永远来侍奉祂 坐宝座的要用帐幕 来复备他们 第十六节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一头和燕热 也不再去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上的羊羔 必定怎样? 牧羊他们 宝座上面的羊羔 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好牧人 大牧人 首席的大牧人 必牧羊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拆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原诗篇二十三篇 被我们有盼望 被我们有把握 人生真的很多事情会让我们流眼泪 让我们很伤心 但是 我们忧伤 不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 因为耶稣 就是我们的平安 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就是我们的力量 圆神透过他的话语 安慰我们 我们都需要神这样的安慰 我们今天回应的诗歌 我们是唱八十六首 那个是诗篇 二十三篇 透过这个诗篇 愿神来到去 暗的诗篇 至于 至于 感谢观看